這禮拜一在未還委員會發生的攻防 就是國民黨想要卸責 想要把整個凱開案所有相關的責任甩鍋 台北市議會現在準備要召開臨時會 去要求蔣萬市長針對凱開案提出專案報告 竟然國民黨還準備有進一步的護航動作 十年前的黑心油根本不是重點 王玉民立委他大家不知道十年前 鼎心黑心油是什麼東西 所以他要求我把事情說清楚 十年前黑心油的時候 王玉民是衛環委員會的召集委員 十年後黑心保姆的時候 王玉民也是衛環委員會的召集委員 你說我們用五秒鐘講你上會 這個對你來說這個有點這個不公平 至於五秒鐘以前 那就是一堆吵吵鬧鬧的程序問題發言 就跟禮拜一那些狀況是一樣的 所以十年前黑心油 十年後黑心保姆 我們請這個王玉民委員說明一下 十年前你當時的決定 到現在你還認為你沒有錯嗎 俄輔聯盟王玉民七個字是綁在一起 即使當時你當執行長 你沒有建立制度 一個禮拜前你還是俄輔董事嘛 你懂事你也懂裡面的制度嘛 這裡頭出了什麼問題 你跟大家講一下嘛 你現在當招委嘛 跟大家講一下 你專家 俄輔專家跟大家講一下 明天要針對虐童案 要求做專案報告這件事情 如果國民黨真的這些市議員不出席 讓他留會 蔣萬安不用報告 我們就公佈 國民黨的哪幾個市議員不出席 第二個 現在國民黨慣用什麼手法 不道歉就不是他的錯 誰出來道歉就是誰的錯 這就是蔣萬安 現在就是他如果不道歉 他就不是他的錯 侯友宜沒道歉 所以這案子也跟侯友宜沒有關係 就不是他的錯 國民黨生這套生很久了 地方該扶植的事情不該扶植 殺殺到中央 我們絕對沒有張牙舞爪 如果我們像這個陳玉珍委員 在委員會裡面這樣 啊啊小寶 那他說我們張牙舞爪就蠻公允的 但我們很理性嘛對不對 我們都做做這樣好好的 和氣的來提出我們一些疑問 所以我想重點還是 馬文鈞身為外交國防委員會的召集委員 問題是馬文鈞去年 跟社會釋出很多我們覺得很嚴重的訊息啊 像是說在機密會議裡面 講二哥大沒關係 講手機沒關係 啊委員不簽保密切結書也沒關係 如果召委對於國家機密是這種態度 那我們國家機密要怎麼樣保護呢 召委馬文鈞委員現在是 還是跟他去年的說法一樣呢 覺得這些保密措施都不重要呢 還是現在回頭是岸迷途知返了呢 馬文鈞是外患罪泄密的當事人 去年也自己承認他確實把我們潛建國造的機密文件 送給了韓國的代表處 馬文鈞身為洩密案件的相關人士 在這樣的會議機密會議 在他的司法的責任尚未釐清之前 他是不是應該之所進退有所迴避 馬文鈞在去年一直跟社會聲稱 在委員會當中的這些保密的措施都不重要 那是不是他現在的態度還是如此 如果國民黨在外交國防委員會的召集委員是這種態度 外交國防委員會的機密到底要怎麼確保 還是國民黨根本上就認為 這些國家機密不需要保密